中国东北各民族心目中的圣山 这里曾被称为大仙碑山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依山而居 傍水而泣 山因人而有了泣 人因山而有了灵魂 四季轮转 寒暑交替 大兴安宁人 沿袭着世代相成的信仰 守望着这片中国最北的广袤山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自然的鬼斧深宫 造就了千奇百怪的地貌 也在不经意间留住了人们的美好回忆 这是属于大兴安岭的独特魅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年一度的篝火节是厄伦春民族的盛大节日 也是他们祭祀神明的日子 童补寒 舞蹈是与山神的沟通 这种舞蹈曾启合时 现已无人知晓 大山养育了厄伦春人 也记录了他们的生活 一位热衷于世界演化研究的老人 来到了大兴安岭 罗伯特·贝德纳里克博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研化委员会主席 两年前我们去了曼谷 但我们从来没有到这个地方 最令人印象的是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森林 他是研化微腐蚀断带法的创始人 大兴安岭研化的绘制岩石 基本以花岗岩、叶岩和变质叶岩等为主 绘制颜料中的碳与胶已经无法提取 采用微腐蚀断带法非常适合大兴安岭研化 在罗伯特多年的科考生涯中 环太平洋地区 寒温带森林中的研化难得一见 或者是岩石研化的硬度 这些是其他达功能人在这边 大部份的硬度 揭开大兴岸岭年画准确的绘制时间 对探索大兴岸岭地区人类文明 意义重大 对我们理解就是非常盛大的一个萨满基斯的产生 这是萨满五 这点是以前点 这是第二点点 这三边的五边是点 通过目测岩石的风化情况 罗伯特博士推测 这里的研画绘制时间 至少在一万到一万五千年前 时光远去 研画定格了大兴岸岭先民们的生活场景 而厄伦春人 却将这种场景演绎至今 也有预养一点点 想裂等转sy点 谈 由 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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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食草 夜间喂食饲料 这样可以保证马的营养均衡 已经烂了 一点用的价值都没有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秋雨 给了它一个措手不及 也是下雨就泡 下雨就泡 说下雨就会 толст的写同 是可真相看 拍下来到达了 是 那一场我叫价里的 还当中了 对 那这一场我没有了 等下雨就会 有马云 有一点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更多游客的欢迎 行李马场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行李不放心这些降生不久的小生命 这是他们第一次过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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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兴安岭迎来了长达七个月的冰雪期 湖中位于伊勒忽里山北坡 是大兴安岭地区海拔位置最高的一个区 北纬52度的高纬度 是湖中成为中国最冷的小镇 湖中境内 大白山海拔1528米 山顶一年中九个月都被积雪覆盖 风饶的雪水滋养了当地寒温代真叶林 驯鹿是厄温克人山居生活的伴侣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驯鹿生存在北半球的高纬度地带 大兴安岭是驯鹿种群分布区域的最南端 冒密的山林为驯鹿提供了广阔的气息之地 但频繁出没的狼和蛇猎也给驯鹿带来了威胁 春节刚过 湖中的深山里 气温低至零下45摄氏度 为了保持驯鹿的野性 老宋选择了温温克人昔日的路场 对鹿群采取半放养的方式 驯鹿一般是在秋天交配 第二年四五月份产载 眼下很多雌性驯鹿都怀着幼崽 最近 鹿群开始变得暴躁不安 老宋意识到 附近的食物已经明显短缺 这些必须寻找新的路场 先出去啊 吃出去吧 你看 往往往往 往往往 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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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了 要跑了就没爪了 往往往 两只头鹿是驯鹿的首领 其他驯鹿跟在它们身后 喂 哎哎哎哎 完了 今天我好得找鹿了 二头鹿突然受惊 逃进鹿旁的树林中 二头鹿跑的时候 大头鹿很少跑 很难找 得举着脚印 走着好几公里 才能有时候才能找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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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幸的是 老宋及时控制住了大头鹿 寿惊的二头鹿重新归队 鹿群没有逃散 冬日转场 对人和鹿来说 都十分艰难 但为了寻找鹿群 赖以生存的食物 老宋必须带领鹿群 迁徙到更远的地方 雪地上的狼和蛇蜊的足迹 让老宋格外小心 他用炮竹驱散周边的猛兽 这是保证鹿群安全的必要之举 好 是 这一条小小小的 我来说 这一条小小小的 我们一定会带来 说 我来说 特别人 警察 这一条小小小小的 那这两条小小的 闻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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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